华人藝術 全球崛起 我想藝術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对于Discovery频道这一次非常高兴 由我们北亚办公室负责 我们邀请到杨世宏老师 张环 李珍 徐斌等四位大师 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资助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 从90年代的全球化 再到这个10年代的 从全球化在走向全球的在地化 我们这个脚步会继续往下走 As Tommy said This is a great docum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nd its impact and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We've reached a milestone for Discovery We are 20 years old next year and I think that a project like Chineseness is a fantastic way to mount that millstone 两岸经过20多年的交流 现在不是只有算账 算钱的是 你看到两岸的艺术的创作者 从他自己的土地站出来 做出非常了不起的 绝对可以走向世界 不只是在中国大国里头 可以长出这么伟大的艺术家 在我们小小的宝岛上 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算是不出国 我们也可以长出 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自己的美学 我们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 毛泽东曾经讲过 世界上有两种风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所以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 花人艺术或亚洲也好 已经穷几百年 那慢慢大家物质也改变了 我们精神需要什么 我来了 我把生命的看到的 想象的 愿意跟不愿意 我这套作品里面呈现成 大家慢慢去感受吧 我们去西方的目的 不是像唐僧一样的去取经 我们去西方是为了认清东方 认清我们自己 认清我们的源头 这是我们应该 作为艺术家 应该老老记住的 我们要不愿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他们拍这个是有危险的 他们拍得很辛苦 我是做雕塑艺术的重工业 所以他们在拍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我在巴黎这次展览的时候 我碰到了大部分的西方人 他看了我作品的时候 他问我说为什么这么庞大的头 它应该很重 怎么感觉到有那么轻 又重又轻 他似乎知道我在讲肉体的沉重 精神的轻 心灵跟精神我们是称不到重要 在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本来想拍当时的天杖的现场的仪式 结果我们去了以后 他们前天已经结束 看到这个做过的这个遗迹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种感觉 他会更冷静 更让人深思 那么还有在佛罗兰斯 意大利拍的时候 那其实我的感触 我们的华人艺术家 正朝着马克波罗相反的方向 将东方的软势力带到十几个月 这样子便知道 就像当同一个用户 我一看 没有软势力带的 但和气候 台湾 有十几个月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